大家好,我是小易,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三个逗逼穿越时空的科幻冒险喜剧电影《失落的大陆》。 故事刚开始,男主瑞克身为古生物学家,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被受打击。 他坚信地超光速粒子穿越理论,遭到主流科学家的嘲笑,他从此丧失信心。 三年后,瑞克也逐渐被现实打磨成为一名普通的小学老师,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。 设置了一台控制素子的机器,素子增大器。 有天,剑桥大学生霍利找到瑞克,拿出一块两亿六千年前的化石,上面竟然印着十元打火机的印痕。 瑞克联盟拿出火机,发现自己的火机和化石印痕竟然完全吻合。 霍利还掏出一块捡到的极纯的素子能量晶体。 第二天,霍利再次来到学校,就发现瑞克已经研究出素子增大器。 霍利就大胆地带他去例行试验。 在导游威尔的带领下,霍利两人来到一个晶体发现地。 结果没划多远,素子放大器就引发了地震。 三人顺着河流掉进时光隧道。 醒来后的三人,发现自己身处一片沙漠。 发现了海盗船后,瑞克兴奋不已,代表自己超光速粒子穿越理论是对的。 接着,他们救下了被同伴险些杀掉的猿人狗盛。 没想到,霍利还懂得狗盛的语言。 在瑞克打算和他交流时,狗盛就大叫跑走了。 三个人就追了上去,不想,掉到一个布满果头的大坑中。 接下来,神秘的树藤将四人掉了起来。 霸王龙突然出现准备吃掉他们,但咬到树藤,把四人救了下来。 就这样,出现了你追我赶的画面。 四个人通过独木桥,以为顺利逃过追杀,但霸王龙直接一个跳跃,跳过独木桥。 三个人就跑进一个山洞中躲过一劫。 瑞克还在山洞中嘲讽霸王龙的脑子,只有核桃那么大。 当晚,霸王龙就扔在洞外一个巨大的核桃。 从此,霸王龙就开始记恨瑞克。 第二天,远处出现一道怪异光芒,瑞克脑子里出现一段奇怪的求救信息。 几个人就赶紧出发到信号所在地,发现中间有个三角形的水晶柱。 两人走到场中,摸着水晶柱,开始了颤音唱歌。 这时,一群蜥蜴人把他们包围了起来。 幸好,瑞克利用镜子反光打开了水晶柱,发现里面就是求救的蜥蜴人小怪。 他自己被奥特曼蜥蜴人囚禁在这里。 奥特曼打算带着蜥蜴人利用水晶穿越时空去侵占地球。 现在只差一个素子扩大器就能重启地球之门。 一行人就踏上寻找素子扩大器的旅程。 几个人在狗圣的带领下来到一处空间节点薄弱的地方。 随后,两只恐龙出现,开始追杀三人。 获克利用古石投石器将氮气将暴龙冷冻。 暴龙顺势就爆炸,就发现素子扩大器。 但还没有拿到,就被翼龙叼走了。 三人就来到森林里,了解到狗圣是原人的王子。 因为有人谋朝换位,想将自己杀死,所以被你们救了下来。 第二天,三人就在翼龙巢穴找到素子扩大器。 没想到翼龙将它当成催眠曲。 音乐一停,小翼龙纷纷孵化出来。 几个人就开始合唱,将小翼龙哄睡,成功地拿走了机器。 随后,几个人就来到游泳池游泳,晒日光雨放松心情。 一个巨大的螃蟹挥动大爪子飞奔过来,刚到眼前就掉进温泉里。 煮熟后又飞了出来,几个人就高兴地吃起螃蟹大餐。 另一边,霍利拿着机器,又发现一个水晶柱。 进去后,看到奥特曼的全新影像,才明白一切都是小怪制造的假象。 原来,小怪才是真正的大魔王。 霍利被小怪派的蜥蜴人带走了。 第二天,瑞克和威尔就来到蜥蜴人基地救霍利。 霍利看到勇猛的瑞克,就真情流露向他表白,发现小怪才是真正要率领蜥蜴人侵占地球的大魔王。 随后,瑞克和霸王龙搏斗了一场。 瑞克本打算撑杆跳过去,但没瞄准,直接跳进恐龙的肚子里。 最后,恐龙把瑞克拉了出来,还把他多年的毒素和肠道阻碍物给排了出来。 霸王龙就开始听瑞克的命令,把蜥蜴人打败了,成功地打开了水晶柱,阻止了小怪的阴谋。 当要离开时,威尔自动选择留下来。 瑞克和霍利就成功地回到了现实世界,证明了自己理论是正确的,重新走红。 而威尔带着狗圣,成功地回到猿人部落。 威尔看到部落的女人这么标志,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。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空间有更多精彩视频,欢迎请来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